因为上个月底我父亲刚好在医院去世了 就那么几天店铺没人管 然后那些不法分子就刚好通过什么渠道 就知道我这两天店铺没人管 就大批量的在我店铺下单了三四十万的货款 然后回来看到之后想联系他们发货 结果一个号码都联系不上 王先生在泰州仙居开了一家天猫网店 六月底因为家中变故 王先生没有办法顾及店铺的情况 等到回过神来 他发现从六月底开始到七月初 店铺被大量下单 下单之后超过48小时内没有发货 买家就可以到后台投诉 理赔30% 保证金一共是五万块钱 他们陆陆续续下单投诉之后 把五万保证金差不多扣光了之后 淘宝就把店铺给他关闭了 我们这个产品都是在圣诞节销售的 平常基本上都是没有订单的 这个店就只卖圣诞节礼品的 目前王先生的网店还要补缴48000多的保证金 才能恢复营业 他的这家网店只售卖十多块的苹果袋 以及一些相关礼品 到底是谁在这个时间段大量下单买这些礼品呢 王先生导出了后台数据 其中有不同账号和地址的下单记录 王先生抽取了一些号码打了过去 月初的时候有在我们店铺下单过 一千多块钱的圣诞礼品吗 没有啊 这个怎么打了好几个电话呢 是什么瑞安东山街道 然后后面就没有了 瑞安啊 嗯 那不知道 本身在瑞安吗 我现在在那个温州龙港 您好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其中还有一个尾数是六个九的号码 王先生打了过去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核对后再拨 核实您的订单超时未发货 且判决成立前 为核实到乐意投诉记录 您也未在投诉页面进行举证 雇赔付买家的钱款无法追回 呃 您这边的话 您的这个监管的话 看到是您这边保证金不足 然后15天内未补足才会被监管的 这个的话因为您当时您自己也没有去经营它 而导致的 都是有给您后台 有这个发这种信息提醒的 就在内信光网 而且您这边违规这个信息的话 您也是能收到这个您的违规一个详情的 这个话没有规定说必须要发手机短信 天猫客服表示 目前只能继续帮王先生反馈情况 对于会员的问题的话 我们会与会员联系了解相关情况 尽快给出处理方案 感谢您的反馈 您能不能也记录一下我媒体这边联系方式 然后后续给我们一个反馈 可以吗 我们这边要会与会员联系的 记录一下这个我的这个联系方式 可以吗 然后像你们公司 如果媒体或者公关部门 反映一下这个情况 可不可以 请这边的话 感谢您的一个关注 反显您提供一下会员的会员名 和具体情况和诉求 我们这边会与会员联系的 王先生已经将相关情况 反映给了当地公安机关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我可以提供一下 我只是想能不能也 Resul 这么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